MK 我有一段關係是無條件付出 我是皓嵐說的 你不適合聽的話,你想聽嗎 愛情跟踏單車一樣 不跌過是學不懂的 當有感覺就要衝 感情問題一律建議分手 知道有甚麼事 我經常在網上看到毒L、鍵盤戰士 一言不合就會說人家是MK 就像是罵人一樣 究竟MK是甚麼 MK對我來說是一個香港很有名的地區 所以如果別人說你是MK 你應該很誇張才對 當然 身為三位老MK 你們覺得MK的定義是甚麼 身為最老的MK就是我 這三個字 我覺得MK的定義… 首先,我的髮型 我那個年代很流行楊盛林的水舞頭 即是上岸… 你看,我媽媽… 我長得碎濕濕有幾條 上岸要塞得起 這樣移動… 下面只有幾條毛 很好 就像是水母型 我想說我曾經剪過 說的是MK 我本身不想想說 但他一說一說 我曾經在中學的時候剪過這髮型 是 為了我… 為了我曾經最美好的時光 照片到現在還在流傳 有人說我醜樣 其實隨時是我的髮型 所以我說髮型是很重要的 你們說的話是以前的年代才有 現在的MK是甚麼 他保持著以前的年代在現在 但他只是不同了MK的形式 MK對我來說,我覺得是青春 一句概括 每個年代都有不同 每個年代青春在做的事 我們當時就像人志拖車陰 其實不是外在的 很多時候是內在 像浩南一樣 他散發了MK,還未散發了十多年 今天的嘉賓 聽說他有一段很MK的愛情故事 我剛才聽了一些 有些打爛症,做好心理準備 Jessica,19歲,學生,目前單身 你好,Jessica 你的MK的愛情故事是怎樣 在我心目中是要… 說到要生要死 第一次拍拖就叫人家做老婆珠珠 我們一生一世 對,一生一世 你說說你的MK的愛情是怎樣 你是否一個MK妹 不是 你真的不是 不是 中了第一個特徵 不承認,第一個特徵是不承認 是MK妹,OK 有多MK 他開始拘捕了… 你問我,你喜歡的那種MK 最重要是承認 錯了,第一時間說是你的問題 但誰知道在說抱歉時 是說對不起,我以後不會再這樣 我為你做甚麼,做甚麼 但最後甚麼都沒有 很要面子,又會說謊 你拍拖了多久 三年 三年拖 而這件事是多久前… 即是你男朋友是多久前開始拍拖 18年,7月15日 即是三… 有多少天 我還在一起 這是甚麼 這是石石紀念日 舖廚紀念日 這是甚麼 不是,我記性好 你跟他拍拖的時候 一開始你覺得他是一個MK嗎 不覺得 因為始終初戀永遠是完美的 是初戀嗎 對 當時你還在讀書,大約是中四、五 中五是初嘗禁過 不,但我覺得很搞笑 他拍拖三年,然後說自己男朋友是MK 其實你也可能是一個MK女 對,你也可能是一個香港人 他不認輸 打開罩,看看他有多少MK 可以開來看看你究竟是MK女嗎 來,開罩 他又不是我心目中的MK 整個樣子都不是我想像中那種… 可能我以前年代的MK太老套 所以是否真正的MK 是由內心出來的 並不是外形 你們一開始是怎樣認識的 初一開始在網絡上 看到那個人在 就問他那一屆的師兄 之後他就跟我說 他在我那屆一定要認識 他是長跑高手 你不是不認識他,你不認識他 誰很認識… 一定認識 金魂人物 你那屆一定認識 我聽到有點嚇想,是長跑高手 好像某方面很久 不是,這個你真的想多了 我不知道,你繼續說 好,那這個長跑高手 是你主動提供他 對,然後… 因為當時很流行儲火 甚麼 要儲起來才出的 大家一起發照片 然後儲夠三天 你設定的名字 旁邊就會有個火,有個號碼 就代表你發照片 有個號碼? 那是儲夠火來做甚麼 可能有粒物、鎖骨、腳、牙齒 可能要儲夠20個火 我會發一張鎖骨圖給你 你們吵架也會照片發照片嗎 吵架? 吵架 吵架就是只剩下畫面 我也會發照片 我不行… 我不會為了要維繫這件事 而吵架跟他聊天 我覺得會令我有壓力 不可以… 我想問問你們三位 你們年輕的年代 十多年前有試過用那些… MSM… 你們會隨便添加別人 然後去追求男生嗎 我忘記了甚麼 不,如果我想認識別人 又想被認識別人 就在論壇的交友自貼區 三男兩女那些嗎 對,三男二女 不是吧,你會上5P論壇 對…三男二女那些 看哪兒漂亮 又會下草、花、雪、雪、雪 那時你會自貼嗎 好像也有 我也有試過自貼一個貼文 就是分享一個 在家附近一起玩的朋友 即是招FD子,對嗎 對,FD子,招朋友… 要認證的照片 游之望區,可以一起玩 為何你能夠約出來 就是後來他嫌我高生氣 真的嗎 你試過放過你的照片上去 對,我玩過幾個課 人家就會稱讚你,對吧 有些人說是豬扒 這樣也出來貼一張照片 我現在覺得很尷尬,很羞 那怎樣?你的貼是想成名 還是想認識兒子嗎 不,我是想認識別人 認識朋友,是認識過男生 有人做了你爸爸、媽媽嗎 是爸爸、媽媽、媽媽 媽媽是甚麼 他招家庭,招務你的家庭成員 你可以招爸爸、媽媽、哥哥 招弟弟 你別再說 還要有香蕉的招字 你一定要打招字 招爸爸,有兩、三個爸爸嗎 可以有很多爸爸 你喜歡有多少爸爸 我沒有招貨 Jessica,你燒火的東西 第一張圖是怎樣燒火 第一張圖是他先傳過來的 他手上寫一個頹或不開心的 寫一個頹字 是 寫給你一張頹 這張真是頹 很頹 很頹 那是甚麼意思 我問他甚麼事 然後他打了一大篇 說他練習跑時不小心弄傷 膝蓋的骨頭 不知道是疲了還是瘀了 然後我寫一張圖給他 說是冷靜 然後就開始聊天 為甚麼手寫冷靜 對,我配合他 我用毛管動 男生想要他注意 很冷靜 他不是拍他的腳還是怎樣 他也有的 也有的 有拍他的腳 拍他的腳 然後… 他的手頂著 不,拍他的腳後打他怎樣傷 他的樣子沒有那麼大 就這樣把頹頭發出來 我已經無法回覆 你不回覆他了 對,不回覆他了,怎麼了 有點忘了愛的感覺 在旁邊寫著自己的照片 肯定當時你的樣子是挺疲倦的 之前那位師兄 把他社交平台的照片給我看 其實你腦袋裡也有他的樣子 對 其實男生也想追求他 這麼主動發出一張照片 你不給他嗎 那不是 他會發出很多女生嗎 他只是求婦婆 他一來就求婦婆 對… 不好意思 別再打擊他了,可以嗎 他已經拍了三年拖 其實這種假裝扮慘 是否吸引你們女性的注意 不行,再見 不可以經常使用 我覺得一時一時可以 如果我喜歡的男生 他告訴我,他弄傷 我知道他這個舉動 是想我關心他 那我就給你一點關心 你把我放在心裡 我已經腫了 我腫了就不是第一天的事 這個不需要多說 我會覺得很小朋友 可能我小時候十多歲時 我還會沒有愛光輝 你性無光環,就是要拯救一下你們 但當人長大了 自己要處理的事越來越多 你沒空理其他人 應該是很現實的 可能我真的很理性的 那怎麼辦?需要看醫生嗎 然後就把醫生卡片送給他 我是這些人 你們兩個都很難打 難怪你找不到兒子 你找到卡片給別人 只是兒子不會來偷我 他不會這樣 Jessica,你的房子有多久 一、兩個星期 這麼快? 因為剛好那天是考試的 我們中學考試,放了半咒 他說想吃糖水 然後就約出來吃糖水 其實吃糖水這件事 不知為何對我來說很英俊 我也覺得很英俊 小時候沒事做 還不肯回家 跟朋友約出來 就一定要去旺角 不知哪裡吃的 以前的綿綿冰 台灣的綿綿冰 對,還沒興到護園 對我來說已經很新的 還有一座冰山之類 我喜歡吃豆腐味綿綿冰 我喜歡吃煉奶和牛奶味 沒錯,很久以前 那你吃完糖水後,有下紋嗎 在電梯抱著 然後很近地對著 有下紋嗎 有下紋嗎 有時有,有時沒有 穿校服嗎 穿校服時我說不好 但沒有穿校服時他就會 MK的其中一個典範 就是穿校服 做一些不可以做的事 對 我現在經常看見那些人 兩個都穿著下紋 會在街上親戴 但戴著口罩親戴過 超級甜蜜的 有見過嗎 我開車時看到甚麼事 戴著口罩 戴著口罩 你見到感情的昇華 她們不需要咀嚼嘴 戴著兩個口罩也起勢 總之我現在看 我覺得所有穿著校服的小情侶 不知為何我都覺得 看你們好多久 因為我經常覺得 中學拍拖是開心的 因為我以前也試過 中學拍拖 跟男朋友去復活公園、商場行 那時是很開心的 但我現在抽出來 經歷了這麼多東西 我會覺得也不會久了 有點搞笑 你不要打擊 她這些是老錢旁 不替別人年輕人 我拍拖的心態 不如下一次有結婚 因為她沒有開花結果 你隨便吧 很可愛 我想問,既然她和MK 你們一起了那麼久 會否有週年紀念 或者你生日和她生日 如何度過 如何MK過 有數日子嗎 我知道… 千多天 她一定要貼上一張照片 很甜蜜 兩個人做個心形 今天是我們不知道多少天 不是那麼少 她一定要打幾千字 打著她 今天時認識你的第三百九十八天 有嗎 亂抄 亂抄 最初一起一個月的時候 是我先打的 她說一起一個月 你先打的 你是MK妹妹 不,因為當時很流行 你還不認識MK妹妹 我們中學時真的很流行 當時是MK妹妹 我也有 你那個千字不是說甚麼嗎 說了內心的感受 分享給這個世界 不是,我們一起一個月 希望之後也會有你陪伴 然後有些… 你兩句都說出來的東西 我想問你如何將她廣告 不是,第一個月 不能說這麼多 你說太多之後 那幾個月就沒話說 還是說三、四行 不,其實我最尷尬的是 這些人經常打千字嗎 然後想,她散了,怎麼辦 全世界知道你們拍拖 那麼至死不如說到 誰知道你散了 但問我會打甚麼 我想知道這件事 甚麼愛你一生一世 對… 愛你三天 而她的…你那個匿名是甚麼 我本身是叫嬰兒 過了一年後 全部都是老公前、老公尾 老婆前、老婆尾 不行,接著說 一定要叫老婆,基本的 不是… 老婆… 老婆B、老婆G、老婆仔 真的,這個年代你別再做這些事 我這個年代真的… 我以前中學時 那些男生真的會拍拖… 可能久了半年後 以上就會叫老婆 然後就會說甚麼 我很討厭人家 說甚麼愛你一生一世 甚麼一生一世 你現在才是十八、二十二 說甚麼一生一世 我以前很喜歡學別人的… 比我們長大的人 學他們的語言去罵別人 而且我試過一件很厲害的 我經常會罵… 我不知道別人會說甚麼 我照樣說 然後我說,你騰吻吧 我會這樣罵別人 以前的作文是騰吻的 你繼續說吧 即是你騰吻吧 對,你騰吻吧 原來是… 他們是否會被人呼吸的人 奇怪 原來騰吻的意思 第一個就是… 我一直不知道我吃兩年後才知道 我罵別人的騰吻罵了兩年 來吧 來吧 原來騰吻的意思 第一個就是… 我一直不知道我吃兩年後才知道 我罵別人的騰吻罵了兩年 我跟著大哥哥,好像很頑皮的大哥哥 你騰吻吧… 我也覺得是 因為我覺得最有MK的態度 就是我小時候會跟著這些人玩 你們有去過一些MK的地方嗎 當然有 機舖吧 厲害了 有甚麼?今天放學上、中、下等 甚麼 上水中心下面 上水中心下面… 上水中心下面的… 即是巴士站、小車站 不是,那裡是後樓梯的位置 很多年代會看著我 甚麼?不相信我嗎 有甚麼?今天留在區場上說 區場是甚麼 區運動場 區運動場 但上水中心有些新界遠了 不太是MK,MK九龍 MK不同地區都有 但有一點差別不同 我就是有… 是否有文化差異 即是地區差異 對 要怎樣 因為我MK中學年代是豬油尖旺 是 所以… 聽到是MK 但你會走旺中 我想問問Jessica 你MK的區域是否真的MK 還是很新界,還是怎樣 也不新界 只是… 你天水圍會不新界? 不是… 天水圍覺得自己是市中心 你們會否有甚麼圍牆等 天水圍運動 天水圍牆… 圍牆很厲害 天水圍牆… 我們體育館直接喊頭那兩個字 例如天輝,體育館就天輝 那很差勁 你說朗豪方大,只要我穿校服 然後在西鐵站… 西鐵站? 對 西鐵站也不算是新界 有甚麼發生在西鐵站嗎 即是扯客別離開,離開 爸爸疼愛很久也不疼離開 通常都是吵架 例如很僵時,大家一起罰棋 甚麼是大家一起罰棋 大家又不捨得回家 因為還未解決事情 對 但又不知道說甚麼 只可以站著,因為不能吵 但其實… 身為MK妹也解讀得不錯 站了多久,這個我不太明白 小側半個小時,大側兩小時 小側半個小時?半個小時 你一句話沒跟她說過?你站了那麼久 我不是說離開了嗎 我媽媽打電話給我 她說,為何要走?為何要走 那你不知道是這樣 我懷疑這種MK妹是… 她要演一場戲給大家看 西鐵站門口有這麼多人經過 我一閘口 我會跟你鬥… 我要掌握所有人的注意力 但我有這個世界的中心 我就是西鐵站的MK 那要丟下書包才行 你吵甚麼 很流暢的 對… 但可能她有害羞 純粹不想這麼早回家 然後送女兒 但我不行,我有點未解決 那就多報告你一會 每天做就是這樣 原來你才是最終摸到的MK 對不起,我明白青少年的心態 我知道… 你不是MK,我是最終極的MK 你喜歡和你拍拖的都極度MK 你真是太遠了,想太遠了 她一定是 她一定是 不是… 是我擅長明白年輕人的心態 我想著想很多面 對吧?我有這麼多朋友 除了這件事,還有其他更厲害的事嗎 你們的爭執 有一次她在巴士站打我那次 巴士站打你? 打你? 因為當時大家一起等巴士回去 我走得慢 我用一隻手… 即是說你的手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捉著她 然後她一跌倒 那你除了這個,還有嗎 我在她的背包拿回我的汁 然後我順便拿著我的袋 她說要幫她拿錢包 我幫她拿的時候,不小心掉了 她就說,為何要扔我的錢包 然後我跟她說 我還是不小心弄掉了 她就在我說這句話 扔我的錢包,然後踢走了 然後有個四十多、五十歲的叔叔 他又說 年輕人,拍拖不是這樣的 你們吵架解決問題不是這樣的 你這樣傷害了一個女生 你怎樣哄她 對,類似的 叔叔建議用為真MK,老MK 因為當時的精神方面也不太好 然後我剛好在我的袋子裡有一個剪刀 就想像年輕人的MK 還有一天嗎?你說一天 你還是腿? 對 對 為何你隨身會戴鼻子 因為當時剛好要… 還要重修嗎 不是,剛好要刷包裹 你戒了哪裡 內側 那豈不是有內側嗎 很痛,內側 爆裂了 你擦了短裙子嗎 不是短褲 你的大動物在這裡 你這個不是自刷,是自殺 大動物在這裡 你在街道當中是巴士站 你在等巴士站 你戒了嗎 用剪刀的腳,就是拍剪刀的腳 即是拍… 即是拍剪刀的腳不離開 簡單說是拍剪刀的腳 不離開 因為我在拿的時候 他問他為甚麼… 他搶到剪刀的腳 但我拔掉膠的腳 我想問有一點狠戒嗎 你有潛血嗎 有 我的天啊 為何用膠也會刮到潛血 因為真的很大力 真的很生氣 是嗎 也沒有刮內側 內側的肉很混亂 他懂得選內側,沒人看到了 但隨時會有大動物 如果當時他沒有搶到剪刀 你會否真的打開剪刀的戒指 會的 為甚麼?你很生氣 他要報復 為何你要這樣做 他哭我哭 我想應該被他… 我覺得很生氣 被他激動很生氣 很難受,當眾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你也踢得我錢包 好像你也想羞辱我傷害 既然是這樣,我就做事傷害我自己 看看你會否真的阻止我 我覺得你不愛我 我才會傷害自己 看看你會否阻止我 不,我覺得他很委屈 為甚麼… 不委屈是委屈 你不聽我的解釋 我已經跟你說 我不小心弄你的錢包 然後你還要繼續踐踏我傷害我 他已經不知可以做甚麼 去解決自己的委屈 就是有傷害自己 證明自己不是有心 但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幸好男生搶了剪刀 他拿了圓形,戒傷了一點 我想問多深,那條巴巴多長 那條巴巴 現在還有 即是在這裡這樣嗎 對,又狠了 我的天 即是… 大家不要因為一時衝動而做這件事 不要跟瘋狂人拍拖 會令人真的會瘋狂 瘋狂你 真的不要跟瘋狂人拍拖 就算真的發生了… 千萬不要玩甚麼戒手戒腳 但自殘身體沒用 解決不了問題 不要傷害自己的,很薄 這裡的手也有 手也有,你又玩甚麼手也有 但你在他面前還是怎樣 這次之後的… 之後又發生了甚麼事 之後是他拿自己的鎖匙 戒自己的手 然後你又搶你又戒嗎 不,我自己… 因為他說我陪伴你 然後我就回答 我陪伴你… 很老套 我跟他道歉,我陪伴你 很老套 太老套了,陪伴你的頭 然後你呢?你為何又戒自己 我自己想告訴別人 因為他經常在怨 怨的時候,可以,我自己戒自己 你到甚麼時候沒發生過 你要叫他戒上去 輪頭爭戒 他說戒自己,你又說我要戒自己 就是大家拿著鑰匙搶 不是,我拿回自己的鑰匙 超越了MK的定義 那男生很無賴 可能他們想掌握大家的視乎 或者我戒,令所有人注意我 但現在你不是了 我也是,因為青春期的 荷葉蒙太旺盛 他很多情緒很大 但因為沒有經驗 甚麼都做得出 沒有想法 處理不了 不是,沒有想法處理不了 當下你有這麼大的情緒 但你不懂得如何處理 就唯有找這些方法 爆炸 先衝過去 對 控制不了自己 如果我這樣想,其實分手就可以了 你這麼多喊條,為何不分手 但我們現在的荷爾蒙穩定了 你們看到那件事 但我想問問Jessica 你發生過大腿和手 其實有後悔嗎 現在有一點 有一點嗎?怎麼搞的 你應該很後悔才對 為了一個前男生 如果說別人的話,真的很後悔 但因為我現在穿長褲多 所以也沒甚麼原因 你始終會… 這是你一輩子的樂印 不要理會,你穿長褲是別人看不到 但你自己看得到 你每天都會看得到自己的身體 洗澡時都會看得到 你怎會突然留下巴痕 你不喜歡 如果你喜歡有紋身的話 你當然會開心 但你現在是一條巴痕 應該要學會正確地宣洩自己的情緒 當然 如果一個人不理解你的時候 他對你不足夠的包容和愛你 你可以選擇離開 但當時你可能年輕、初戀 現在你經過了三年 跟他拍拖,搞定三年 現在都經一事才一致 已經成長了 下次別再亂戒指自己 而且幸好他不後悔 我明白那一點 因為我有很多問題 我每天洗澡時都會看得到他 提醒自己 但已經過了,已經不後悔 純粹覺得前居可鑑而已 但正確地面對自己曾經的負責 是最重要的 其實這三年的感情 對你將來會有很大的影響 你會否害怕甚麼 不害怕 怕再遇上同樣感的人 是 不能害怕 遇上同樣感的人就離開 你學會把主控拳回自己的手 不要經常要求別人怎樣 你要自己… 你要學會自己去調整自己 你要冷靜… 今天你上來 有否亂放東西想放下甚麼 就是那個戒刀的頭 他現在還眼濕濕 在說這段經歷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 我想看他的樣子 有樣子嗎 好像沒有 是甚麼 有… 是否就是那張黑圖上的腿 讓我看完 有個男生… 男生很高大 很高大 是否193,腿那麼長 來,拿來… 男生很高大 不,真的挺… 正直的,但很高控制肉 眉毛很濃 怎樣… 不差,看不到 樣貌其事 神經病,眉毛很濃 不差… 是嗎 很難看 這麼小,你也看得到是不差 眉毛很尊重,很濃 本身很高又異 很粗… 很濃,尾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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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你們長跑,行了… 完了… 你不要再評論這條子有多好 不然Jersica又回頭了 無論如何,謝謝你 Jersica今天上來分享 這個MK的愛情故事 如果家庭觀眾 你們有任何愛情疑難 歡迎發訊息在62001906 或以下的網址報名 我們等你上來,掃臭你的前輩 不是罵你